驚雷 刚我那屋那个窗户一打开 哇那个闪电啊 哇起来就下雨 大家好我是Jason 从9点到现在2点了 不好意思啊 这个人算不如天算啊 我们要去先打包一个甜品 他2点钟才开门 你才出门还会被雨淋 我盯的闹钟真的是9点20 我怕你起太早 糯米公司 其他的可以没有 三个小的时候你要放冰箱 没办法带回北京 芒果的要三个 你来广州的时候吃 没想到那么小一个门面 这么多人才对 所以我特意叫了当地的朋友 帮我来站位 就是这里了 哈喽 这家是也是我选的是吧 你们有来吃过吗 粉丝也推荐了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点 我们吃好像他们家西餐还可以 广酒脆芝心猪扒饭 鱼饭 猪扒牛角包好诱人啊 还有烘多士西多士 典型的老广东的这种茶式餐式 其实就是越式的西餐 就他们家还是挺有特色的 我们得菜的时候 来尝尝糯米公司吧 他们家的糯米豆花 就把豆花跟糯米喝在一起 好奇怪啊 有一点像豆浆 但是呢你又吃起来呢 又像那个奶冻 反正就是吃凝固的豆浆 这个叫线包的让人有点期待 这好吃吗 黄瓜有点甜 糯米糍的皮很厚 关键是它里面那个芒果切了片之后 确实很厚 怎么样 草莓就比较酸一点 然后是会甜的 然后再跟酸的结合 这个草莓很硬 而且有点坏 关键是它包的皮太厚了 小孩应该很喜欢 因为糯米皮真的太厚了 我不会来打卡的 就感觉有点一般啊 来干杯干杯 谢谢你啊 吃后俱乐部的盘子 是它找人帮我们做的 要不要吃吧 尝一下这个猪果粒吧 好绿的阿华鲜 菠萝油 你看里面要有点滑 然后厚厚这一层 是蛋黄 炸沙的剪蛋黄的有口感 不会觉得特别甜 这个是猪排配那个牛角包 嗯 好的猪排 它那个猪排炸的其实挺酷的 关键是它那个牛角包呢 都是现做的 皮很酥 最后底下放个菜 大家会比较容易接受一点 大家一定很好奇 眼前的这个是什么东西 啊 茄汁猪排金砖鸡饭 哇 里面是这样的啊 炸猪排 裹上茄汁 这个是最让人有幸福感的一个 目前为止我吃的最好吃的 就是番茄酱 和煮番茄的汁混在一起的 所以既有番茄酱的甜 又有这个番茄汁的那个 没有那么酸 天然的味道 最后配上炸的很嫩的猪排 面包中炸的饭 饭也好吃啊 把我炸包的那个金砖鸡饭拿了 这次来广州呢 大概就只有两天的时间 下一次我们逐渐不平安 我们一定要来看 卫生的飞机上 不过往上还可以看到我们吃午 就是我们的节目 也可以看到我们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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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